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算法则 运算法则我们主要介绍的是 价减称除和开放运算 那么上一堂课讲的这些内容 应该说和我们前面所讲的数列极限 相应的这些内容都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采取类比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把它对照一下 看看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相同指出 有什么不同指出 所以这样对理解这些概念 掌握这些性质和运算法则都会有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还要介绍一个运算法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算法则 叫做符合运算法则 大家看到我们做题目 类型比较单调 范围很小 大家发现吧 主要就是两种题 要么就是密函数 要么就是指数函数 这两种函数的极限 它的核差计商 对吧 很少 范围很小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则 什么意思呢 F是个函数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写X 变量用U 这显然 当然这儿写X也可以了 对吧 但是我们呢 为了看起来更清楚一些 这个地方变量用U FU它的极限是A 什么时候呢 U趋向于L的时候 另外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函数 Phi 当X去A的时候 Phi的极限是L 就是这个L 对吧 那么Phi呢 是不等于L的 Phi是不等于L的 请注意 现在这个地方Phi不等于L 它其实只是一个 待会我们可以回答 它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等于L 在X的领域里边 那么得到什么结论呢 你看 这个符合函数 你看 本来这个地方变量是U U换了一个函数 符合了 F5X 当X去A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A 这么一个结论 你看 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呢 某种意义上 你看就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式子 本来是 FU U等于A 这个是U 去A 没错吧 相当于这个U 这个U U这个变量把它换掉了 换成谁呢 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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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一开始在这个 在讲到函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 我们对这个一个表达式的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将来这个如果 将来在很多我们这个维基峰里边 很多的表达式其实都是可以换的 当然为什么可以换呢 我们这儿要说明一下 说明来看一看这件事情 为什么对呢 对了以后我们就很放心了 就可以换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要证明了 好 认给Epsilon大于零 我们想证什么东西呢 想证是 想证 它带进去以后 它带进去以后 它带进去是谁呢 想证这个 在上面写一写 分析一下 留在这写 想证F5X 它的极限 它的极限是A 离A 可以很小 可以小于Y 咱们就要这件事情了 什么条件呢 当然有点条件 咱们现在要去找那个Y 找这个Delta 找Delta 对不对 当X-A 小于Delta的时候 有这件事情 那就行了 正好 没错吧 好 现在它要它减它要小Y 那么F现在跟这个A有什么关系呢 F跟这个A有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F的极限就是A 所以你对你这个Y来说 对这个Y来说 我这个FU FU 要离这个A 就是F这个函数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Fi 这个地方如果是U的话 它减它小Y是很好做到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先看 先把这件事情解决 就是F离A可以很小 那就是 为什么可以很小呢 由于 这件事情 U去L FU 你是大A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Eta 我们不用Delta Delta留在后边用 因为我这里方要用 对吧 另外换一个字母 Eta大于0 怎么样呢 当 U 游离这个L U-L 大于0 小于Eta的时候 有什么结果呢 FU 减A 小Y 这个是没什么话说的 这就是极限的定义 对不对 U去L的时候 FU的极限是A 什么意思 就这句话 好了 我找到了 你给我Y 我就找到 一个小的量了 我们这儿用Eta 好 现在呢 请注意了 现在 你看 也就是说 只要U-L 小于Eta的话 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到 也就是这个油 这个变量油 只要取在这个范围内 这件事情就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油换成谁了呢 谁了 换成Fy了 油换成它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Fy 在不在这个里边 Fy在这里边不是行了吗 如果这儿Fy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Fy不就满足这个条件了吗 没错吧 好 那现在 Fy如果换到这个地方去 Fy能不能离L很近呢 我们看一个 我们有第二个条件 又因为 X去A的时候 Fyx是谁呢 是L 所以 你不是要我小于 你不是要我小于Eta吗 这个Eta就相当于 你现在就给了我一个小的数 不过这次名字不叫Etson了 叫Eta了 现在你现在给了我一个任意小很小的一个数 就是Eta Eta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 Delta 大于零 当 X-A小于Delta 请注意 小于Delta 大于零的时候 这是定义啊 请注意 这又是由于TouchL这个定义 有 有什么事情呢 有 Fyx-L小于Eta 就是你给了我一个小的数 我既然极限是它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 好了 下面就好办了 下面 我这个 现在我就会发现 你看满足这个条件了 满足这个条件了 有点小毛病 这个地方不满足 它叫大于零的 别忘了有这个条件 由于Fy Fy是不等于L的 在这个小范围内它不等于L 所以 Fyx-L怎么样 大于零 小于 Eta 这头也有了 好了 那你看 正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你看 完全满足这个条件 在那个里边了 好 所以推出来 Fyx-A小于Eta 没错吧 你看看这个逻辑关系 很清楚吧 对吧 什么时候 你给了我这个 你给了我这个Epsilon 对吧 我这个U要前L小于Eta 大于零的时候 这个就小Epsilon 那么下面我就要这个 因为你这个U要被Fy代掉 代替了 那就看这个Fy能不能离这个L 大于零小于Eta 根据极限 那么就做到了 好了 所以我们就最后就证明了这个结论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提出问题了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Fy为什么不能等于L呢 其实后面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Fy可以等于L 经常会等于L 为什么呢 理由是这样 现在我们讲的是个叫一般性的一个结论 就是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讲的是对什么函数都可以用的 不是我 哪怕不是我们所书上写的那些 或者我们以前所学习过的那些 形式特别简单的函数 可能专门造出一个函数来都可以 是个抽象的一般性的函数 那么根据极限的定义呢 我们前面讲过的 X就是U去L的时候 这个FU啊 在L这一点不一定有定义 严格的讲 在这一点可以没有定义 当然实际上很多题都有定义的 对不对 但是作为极限的定义 在这一点 我们这个函数可以没有定义 那可以没有定义 那么好 你这个Fy如果带到这个F里边去 带到这个地方 这个Fy就不能取U这个值 为什么 你取到U这个值 FU 没有定义 或者说 不符合我们原先 原先这个题目里 请注意 给了这个条件以后 U U在L这一点可能没定义 可能连定义都没有 没错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L 在X 在这个小A的领域里边的时候 它不好不能取成L 一取成L 这地方就是L了 就出现FL了 就出现FL了 那FL到底怎么样 咱们也不知道 对这个点咱们不研究的 所以要排除掉 对吧 那么真的题目里面 先今后我们做的题目里 大量的题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是可以等于的 对吧 这个数无所谓的 但是从这个 我们讨论的范围条件 要更严格一点 好了 那么符合运算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做变量代换了 就是可以做变量代换了 X 符合函数比较 样子比较符合 符合 我们不会求 现在可以怎么样 现在你就做过 一做一个代换 变成一个简单的 你就好做 你就好求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两个例子吧 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 对吧 2的X分子一次方 2的X分子一次方 对吧 这个X呢 去0 从左边去0 对吧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小题 咱们就这样做了 这个题当然我们以前没有讨论过了 现在我们好 马上就可以直接写出它的答案了 怎么样做 好 原来这个式子 等于 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代换 做什么代换呢 X分子一 咱们换成一个变量 换成U U等于X分子一 可以吧 做变量代换了 好 这个题就变成极限 2的U次方 对吧 X呢 去负无穷了 由X去0 所以X去0 那这个数就是无穷大了 正的还是负的呢 负的 所以U就去负无穷 好了 这种类型题 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写过 我们做过的 我们讨论过的 A X X去负无穷 等于0 什么时候 A大于1的时候 这我们专门写过的 好了 那就解决了 这我们就解决了 等于0 对吧 指数函数 D大于1的 指数区负无穷 它是0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小题 X去logX 那么这个题呢 当然 本来我们也没做 我们做过 log的题 倒是做过一个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题 大家记得吧 logX X去1的时候 它去0 有吧 用定义证的 讲了这个数 讲了函数的极限的时候 讲了这个题 没错吧 那这个怎么办呢 咱们显然不想再用定义证了 怎么做呢 好 我们现在采取一个技巧 咱们采取一个技巧 你看一看行不行 极限 logX 中文一个小技巧 其实就是减掉一个logA再加一个logA 但是减了以后这些技巧就合到那里边去了 可以吧 当然可以 这是很等式 对吧 好 X还是区域A 下面 简单了 这个是常数 常数的极限就是这个常数 一个变量 这个什么 一个变量 整体变量 我们可以看成它是U 变量再换吧 好 换 换掉了 U等于X除以A 那么现在X去A的了 那么X除以A当然去E了 马上就得到log极限 U去E logU 这个呢 常数的极限就是常数 那就求出来算了 logA 好了 行了 这个极限咱们求过的 上一堂课求过的 等于0 那就logA 现在咱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对数函数 极限值就等于函数值 你在哪一点求极限 最后怎么办 带你进去 我们这个题 这又是数学上的一种 证明问题的技巧 就怎么样呢 话归 就话归 什么意思 把这个事情归到一个特殊情况先证明 然后利用最特殊情况说明 最后来推出一般的情况 他也对 这个这种话归的这个情况呢 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生活中用的不太多的 我们生活中一般的用的 用的说明这么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先证明一般性的规律 然后你这个特殊情况 符合这个一般性的条件 所以最后你这个个体也就有这个结论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通常我们认识 但是数学里面怎么样 我先说张三他这件事情对了 张三这种事情这个事情对了 然后其他人的情况怎么办 也要说明他对 什么对法 把其他人下一个变换 把它变成张三 然后张三的情况已经证过了 对了 通过这个变换说明这特殊情况对了 最后再回去 这就是这种情况 先证了张三的情况 X的区一是区零的 张三的情况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对了 最后对任意情况 X区任何数 通过什么 通过把这个情况划为这种情况 最后说明一般情况也对 这种叫化规 数学里是非常多的 下面 这个函数存在判别法 极限存在的判别法 第一加别定理 加别定理不用说了 大家一猜 猜也猜出来什么情况 对吧 以前我们讲的是 XN加在两个数列里边 两个数列都去向于同一个极限 所以中间被加在中间的 只能去于这个极限 对吧 我们曾经说叫警察与小偷 这样一个定义 现在依然是这样 你看 F加在两个函数直接 F加在两个函数直接 当然只要一个小范围内就行了 因为我们研究极限 就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事情 就是一个觉悟的一个性质 对吧 好 你看 左边的函数 右边的函数都去于A 在X去小A的时候 都去大A 那么什么结论呢 中间这个函数也只能去向于A 很简单 对吧 应该也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下面 第二个定理 单调有界函数 单侧极限存在定理 你看 在A的左边的领域 A 这边是A减去Δ 小一点 A左边的领域 函数是单调有界的 那么这个函数在A点的左极限一定存在 在它的左侧 在这一点的左侧 左领域里边 函数单调有界 那它就一定有极限 对吧 这个意思应该说很清楚了 对吧 比如说 这一点 这一点是小A 现在怎么样 在它的左边有个小范围 怎么样 函数单调有界 可以单调真 也可以单调减 对吧 比如说 我这个函数是单调真的 请注意 上不去了 上面都是界 单调真的 那么就肯定有极限 肯定有极限 当然也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极限肯定就是上界了 上去界了 上不去了 上面给它压入了 它怎么办 最后只能去向一个常数 好 那么下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不是单调有界 如果两边来讲 为什么不是讲两边 单调有界有极限 两边 如果这个 我现在把这个条件改成 A的领域里边 函数是单调有界的 能不能得出函数 在A这一点有极限呢 摇头了 摇头了 为什么摇头 你这个例子就有点问题 不是有界了 X分之一再零点去无穷了 对吧 这个同学想到了 有点想到了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两边都单调的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会 他说他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 他这样来一下 什么意思 你看你懂了吧 左右极限不将的 有个跳跃说不定 说不定有个跳跃 什么意思 Jump 对不对 左边单调吧 单调 右边单调吧 也单调 有界吧 有界的 在这个范围内 这边有极限吗 没有 为什么 这边跑这儿来 这边跑这儿去 中间 中间断调 所以不行 所以不行 当然右边单侧也可以的 只要单调有界 就有单侧极限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定理 X区域A X区域A 对吧 好 那么A是极限是大于零的 等于零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采取的技巧 采取这个 证明这个东西 采取这种很特殊的证明方法 不用定义的 好 首先 我们来证明 或者说我简单说一下就完了 由于 X 在 在零 或者咱们就具体写出来 一个小范围 你不是一个零语吗 我就写出一个小范围来 在负一到零 没错吧 还有零到一 单调有界 显然单调有界的 对吧 我就 你看 负一到零 单调有界吧 没错 零到一 它也是单调有界的 这个显 不管你A是 A是大于一的 那么就这种函数了 对吧 所以 是这样一种函数 没错吧 那你画了一个小范围出来 那这个范围内 它就单调有界了 单调有界 好 下面马上得到 右边 一定存在 等于一个数 单调右侧 一定有极限 单侧极限 一定有 对不对 好 同样的理由 左边的极限 也应该有 比如说比一 没错吧 极限有了 那下面 求这个数 省一数少 这个数 是多少就行了吗 那么大家还记得吧 由于 这 Kn次方极限 是1 有吧 那时候我们最早讲 数列 数列极限证明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例子 用本罗利 不等式正的 它的极限是1 记得吧 好 那就行了 那么根据黑影定理 依照黑影定理 黑影定理怎么讲的 数列的极限 趋向于数列 函数的极限 和数列的极限的关系 怎么样 只要 函数极限存在 那么 任何数列 只要数列是 趋向于这个点的 这个变量换成这个数列以后 极限就应该就是这个数 现在你极限有的 那我拿出一个数列来 一个数列 n分之1 请注意 n分之1 趋零的 是正的 就是满足的条件 它这个1应该就是a 没错吧 同样的理由 类似的 我就不再写了 b也等于1 这个说我用一点变换 或者小的技巧 就可以解决了 好了 所以 这个地方用的证明 是很特殊的一个证明 怎么证呢 是利用这个 单调有界 有单侧极限 所以说明它的单侧极限有 那么单侧极限有了 我只要求这个数 什么是什么就行了 那么以前做过的 特殊情况怎么做过的 行了 好 下面 利用上面这个结论 又往前走了 指数函数 上面我们证了什么 指数函数在一点的值 哪一点 0 它的极限值正好是函数值 指数函数 对吧 在零这一点的值 就是A的零次方 就是函数值 下面想象这个 怎么证呢 我想 我猜 可能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 因为前面我们刚讲过一个这个题 对吧 要想办法怎么样 把这个点变成 变到特殊的点上去 我们已经 上面已经证明了一个特殊的点 X区0我们证了 什么证呢 好 第一个小题 原来这个是指 我们看到有没有哪个同学能够说一说怎么做 做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现在这个地方是X区X0 咱们做个什么变化 减 换成一个新的变量是U等于X减X0 U等于X减X0 干嘛做这个变化 你本来是X区X0的 没错吧 做了这个变化以后 U就区0了 好 那么原来这个题就变了 当然变了 U就区0了 那么这个X变成谁了呢 那X是谁呢 一向一过去 就是U加X0 那是AU加X0 加X0就是乘AX0了 指数用上的法则 同底密相乘 对吧 同底的指数还是相乘 底不变 指数相加 行了 好做了 准备好做了 这个极限 刚做 1 这个极限 长数 长数的极限是AX0 好 这两个结论 这个结论和上面 刚才那个对数的结论 其实非常好 告诉我们什么 碰到指数函数怎么样 求极限就好了 往里一带就完了 就把你求的内点的极限 往里带到变成函数值 OK 对吧 当然这个性质 其实就是以后 其实我们会讲到 就是函数是连续的 第二 第二 这个题 这个题怎么做呢 这个题请注意了 现在是X是趋于0的 那么请注意刚才前面 我们刚讲过 指数函数X趋于0 是极限是1 它是趋于1的 它也是趋于1的 是吧 但是能不能用X趋于0往里带呢 往里带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不行 X如果往里带这个地方 这儿出现了一个零座分母了 那你怎么带 显然不好带了 对吧 0不好带 那这个题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指数是去无穷了 这个指数是去无穷了 对吧 指数去无穷 这个东西 极限要有 什么时候有呢 还记得吧 有的 也有的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个扩湖里是个常数 那这个题就简单了 指数是X分之1 当然我可以把它变成XU U次方 那么我们知道 只要这个底 这个A 如果是小于1的 这个极限就是0 大于1的 那极限就无穷了 那么关键这个扩湖里边 是大于1还小于1呢 扩湖里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扩湖里如果X 等于1的话 正好是1 对吧 X大的话就不行了 那这个扩湖肯定大于1了 但是别忘了我们这个X 是区域0的 也就是这个X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2的X之方 3的X之方怎么样 都会怎么样 都会变小 都会很靠近1 上面我讲过了 它的极限是1 所以我们怎么做这个题呢 注意了 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把 要做这个题 这个地方如果是变的 这个地方也是变的 两边都是变 现在我们不会做 怎么做 要把它确定下来 比如说 如果这个里边扩湖里 你给我一个数 定出来 我就好办了 我刚才听到有的同学说了 他说 我们把它采取一个放缩的办法 听到有的同学说了 把它变成常数 那其实是很好做的 因为极限AX趋于0的时候 AX它等于1 就上面那个 所以 也就是 这个极限是趋于1 那么我们也可以 可以说 2的X之方 3的X之方 怎么样 就可以离1很近 比如是1点0几 1点1或者可以这样 那么还有办法 甚至于可以这样 就是你既然 这个是 反正我只要把 2的X之方和3的X之方 给它变小一点就行了 不一定 非要非常靠近E 下面我来举例子了 当 X属于0和2分之1 那么2的X之方 大于1 小于 更好2 没错吧 这个试识你承认吧 好 下面我要还写谁 3的X之方 大于1 小于更好3 下面我就得到一个不等式了 这个不等式是 所以 2的X之四方 加3的X之四方 除以5 小于谁 小于更好2加更好3 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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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2加更好3 大概多少 还除5了 除5 对对对 5 更好2加更好3 这俩数都不到2了 更好3 1.7 他们1.4 哎呀 我算你5分之4好了 小于 好了 加倍了 请注意 加倍定理了 怎么样 左边的和右边的都可以 都可以求极限 看到没有 左边的右边的都可以求极限 那么像这样一个题的做法 刚才我也 其实我在分析的时候也说了 就怎么样 这个题 这个地方去无穷 如果往里带 直接带 这个地方是1 这个地方是1 5分之2好像 但这个地方不行 这是去无穷 所以我们不能往里带 那么我们 这个指数去无穷 我们前面有没有呢 有的 这底要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底变成常数 怎么变呢 思绪好放大 那么当然就好办了 由于 左边 5分之2 x分之1次方 x区域0 加号 它等于谁 当然如果做个变换 由等于x分之1 那就是极限 由区域正无穷 它本来区域0 现在它就区域无穷 正的正无穷 5分之2的由次方 前面我们讲数列极限的时候 函数极限的时候 一开始就讲过 n大于0 小于1 由区域正无穷 极限是0 同理 是吧 同样 这个极限怎么样 x是区域0 5分之4 x分之1 也是0 这不用说了 是吧 一样的办法 好 所以 推出来 原是原来的实质 等于0 这个极限是0 为什么 加在中间 那么当然了 这几个题 前面这两个题 都有一点技巧 有点技巧 就是说明在函数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有加倍定理 也可以有单调 有界 有极限 可以用它们来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 这些题 通常 有一定技巧 通常有一定技巧 好 下面 两个重要的极限 也就是在我们 在这个维基峰里边 高等数学里边 这两个极限讲过以后 咱们就可以解决 比较多的问题了 就是 求极限里边 比大量的问题 就比较好解决了 好 看第一个 Sine X比X等于1 当X去0的时候 请注意 这个函数 这个表达函数是 X去0的时候 X不能等于0的 分母是0 对吧 所以我们是求极限 所以X等于0的时候 怎么样 咱们不研究 没有定义的 没关系 对吧 好 首先为了证明这个定理 我们给出一个引力 当X的绝对值大于0 小于2分之π的时候 Sine X比X 在Cosine X和一指间 那么请注意了 我写出这个式子来以后 我想多数同学就明白了 你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想用什么 想用加密定理了 对不对 你看 我把这个函数 放在这两个函数之间 那么左边 右边这个函数是1了 左边是Cosine X 那么这个函数的极限是1 如果这个函数的极限也是1的话 那么中间这个极限 当然也是1了 加密了 对 我现在目的就是将来要用加密 现在我先证这个不等式 什么证明呢 利用几何图形 先证什么呢 先考虑 先考虑X大于0的情况 先考虑X大于0的情况 请注意 X小于0的情况 我说不用证明 为什么 看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中间三个函数 都是什么函数 偶函数 所以大于0和小于0怎么样 是相 这个表达是不变的 所以X把它换成负X 那就小于0的情况 所以大于0和小于0 我们只要证大于0就行了 对吧 所以只需证 X大于0的情况 什么道理 偶函数 没错吧 好 那么X大于0 咱们就可以画一个图了 0到2π 这个图就可以在图上表示这个X了 请看 这张图 这是一个单位圆 单位圆 半径是1 那么X是谁呢 X我们知道就是这段弧 弧就是X 没错吧 那么现在我们又从这个地方做一条切线 这个是一个这样就构成一个三角形 构成一个三角形 好 我们下面把这个图形很快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结果 这个图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先写 我把它写出来 大家看一看对不对 这个写一个不等式出来 我要写的不等式是什么样的不等式呢 是写这个面积关系 你看对不对 三角 这个面积 面积谁呢 三角形 AOC AOC 大于 扇形 叫AOB 它的面积 大于 三角形 又是三角形 三角形 AOB 对不对 这太明显了 对吧 用了什么 我们数学里边的公里 学算术的时候就学过 算术公里 什么公里 全量大于部分量 全量 你这里 这是部分的 这更是部分 好 那下 这个太明显了 所以你把这三个写出来 它是谁呢 它是 二分之一 底层高 对吧 好 就是 一 一就不要乘了 AC AC的长度 大于 扇形 扇形的体积 大家 这个面积怎么求 二分之一 半径的平方 乘以弧度 弧度 半径是一 两个一 一乘以弧度 X 大于 里边这个小三角形 等一要三角形 大家会求面积吧 肯定会 二分之一 中学里边有公式 两边一加角 两个边都是一 一的平方 加角的正弦 AC是谁 AC是 Tangent X 三个二分之一 不要了 下面 把三印除一除 三印先 请注意 三印现在在 零到二分之一 三印正的 一除除到这里边去 那就得到 请注意 马上得到了 这个三印一除 除了三印以后 还剩cos X分之一 大于 X除以 三印X 大于一 倒过来 没错吧 继续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